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动 我在暗发现场找到了 不处置 这是陌生 爸爸 我是带领 你到底把他怎么了 不可能他已经死了 可我们要让他继续活着呢 失败 帮我杀一顿 这不是我的病人 慢点 我在回奔银行开了个保险箱 幕后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可以杀 千万能再杀人了 别动 开门啊 别动 别动 给母亲的东西也罢了 这是谁干的 这么说是你杀了王叔 必须给我找到那家伙 必须给我找到那家伙 真是一件今天的大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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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李宗盛 曹森都吃了半个小时了 我在这又不是茶罐 对不起 李宗盛 小林老师 怎么想起来逛街了 我喜欢吃这家的 不好意思 我叫不好那是什么东西 那叫馄饨 当地人叫超手 超手 对啊 他们就是这么叫的 我记住了 谢谢你 李老师 你干嘛那么客气啊 其实我要对你说声谢谢呢 那天我不舒服 后来听李校长说 还是你替我叫孩子们合唱的呢 我喜欢带孩子们唱歌 你以前在家乡也是当老师的吗 是的 你家乡在 在吕顺 一个靠海的地方 我知道那地方 你知道 听我妈妈说的 我哥哥就是在吕顺出生的 可是 到现在我还没有去过 那儿一定很美吧 是的 很美 我可喜欢孩子 明小姐 你可回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不进家门啊 这小红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门锁着呢 还有你进不去的门啊 来吧 明小姐 您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去见一个人 谁啊 这人我也不认识 是个女的 当时就站在街边上跟人闲扯 我正好就站在她旁边 你想起那一片晚上的事儿 我至今都像撞见了果子似的 明明看见一个大夫 在我面前打死了 可是我这一招啊 老板 我订的后来了吗 来了来了来了 那家伙又从围墙上跳了下来 没死 吓死我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对天发誓 那阵子我在陆军医院干杂活 要不 怎么我第二天 就急着把这份差事给辞了 撞鬼了 谁说不是 我就认为我撞见鬼了 回到家以后 我就生了一场大病 到现今 也好运了 我一听 说是帝国陆军医院 我琢磨着 可能会跟咱们的事儿粘上边 刘苗 快带我去 好 你们是 大嫂 你好 我是远东日报社的记者 你看 你们找我做什么呀 大嫂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 一年前 发生在帝国陆军医院的案子 是啊 你们走吧 我不知道 大嫂 大嫂 可一个钟头之前 是谁在街口杂货店门前跟人说 那大夫就在我面前给打死了 等我一转弯 他又从我面前跑过去了 是你说的吧 我不懂你们在说的 大嫂 你快走吧 大嫂 这件事情人命关天 求求你帮帮忙吧 好吗 求求你了 大嫂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大嫂 大嫂 来 喝茶 那还是一年前的事了 好像是八月天 很闷热 我在帝国陆军医院做杂工 有天晚上 我正准备收工回家 可以了 去吧 去吧 别人 去吧 到这边 那阵子医院管得特别严 近处啊 都要挂那种牌子 就是这么长 这么宽的黄牌子对吗 对 就是那种 可就在那个大夫 要出门的时候 一个护士叫住了他 中村大夫 现在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 快跟我回去吧 病人正等着你呢 突然那个医生挥起一圈 就把那个护士打倒了 接着他就拼命地往外跑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见砰的一声 那个医生胸口被血染红了 倒在了地上 好惨啊 大嫂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赶紧往家跑 等我刚跑到后院的围墙根上 不然 刚才那个被打死的医生 从我眼前跑了过去 真有这么怪的事吗 是啊 是啊 你没看花颜 没有 我敢对天发誓 哎 谢谢 你别发誓 我信 小姐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呀 大嫂 那遗亏 该死去的 你呢 哎 我个人都不许多 我把你呢 我就不许多了 啊 啊 你呢 你呢 他就�弱了 你呢 他就把他抵脸 你呢 我对他 谢谢你 大嫂 霓东 你真的就这么走了吗 梅小姐 起风了 站久了会着凉的 还是回去吧 不 我们得马上去重庆 重庆那夜晚还是很美丽的 是的 很美 来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 那个人有点面熟 不会吧 你才来重庆几天啊 对不起 李老师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不 没有啊 爱唱歌的人 平时都很爱说话的 可你的话却很少 我已经很久不唱歌了 听李校长说 你那天带着孩子们合唱 非常好 我喜欢跟孩子在一起 你自己有孩子吗 没有 本来是应该有的 可是战争来了 我丈夫 你丈夫怎么了 她和我走散 走散了 是的 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对不起 我 我不该问这些 其实我也跟你差不多 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想起去世了 好在 我还有一个哥哥 小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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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好像 我好像看见了个熟人 我好像看见了个熟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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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是我 林三母 这是刚说到的 大嫂已经同意了我们实施第二套方案 太好了 什么时候行动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对 今天晚上 高英奎要去医院探望卢瀚 大嫂担心 要是这两个人打成了协议 那我们就被动了 那就今晚行吗 怎么做 你别问了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快走 好 好 我说 林三母 怎么这么来去医院 兄弟 周副官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周副官 麻烦请你转告龙主席 我就不能当面向他此行了 好 我一定转的啊 好 林三母 请 好 好 我 这是去医院的路线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这里是他们今天晚上的必经之路 就是这儿 对 这个位置距离街道大概有两百米 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记住 一定要在他们回来的路上动手 为什么非要再回来的路上 我这边需要一定的时间安排 如果提前得手了 我担心会出乱策 得手之后我怎么办 得手之后 你就在这个位置 白石桥等我 然后我送你去机场 赶最后一班飞机去重庆 这样你就有了不在昆明的证明 戴一团机 准一下时间 现在是六点四时 对 再过两个小时 一场好戏就开始了 成败再次一举 好 你自己小心点 头重 seria 这是 r 还在有这种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上小心 好 我走了 许医院 出发 是 我是何贵参谋长 奉高司令命令 立即通知以下人员 于今晚八点前来司令部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算是 不许医院 在哪儿 是 跟我来 说 好 来 你 不许医院 只要不是 那这不许医院 在哪儿 再走 跟那儿 我许医院 有什么常跟那儿 尽医院 是 多轻医院 是 楚衞 高司令临时有紧急公务 委托我主持会议 现在开会 我去见陆总司令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 是 鉴于前线的形势日趋恶化 所以今天请大家来 想就撤退的事情谈一谈 请各位发表高见吧 何参谋长 撤退是最高指挥机关 考虑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就是执行命令 这有什么可谈的 是啊 只要命令下达 我们将不折不扣地执行 既然把大家请来了 大家还是各赎几件吧 自从全民抗战以来 我们滇军就有突出的表现 和令国人感到骄傲的风范 想起两年前 我们在武昌城下接受检阅 连蒋卫园长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 都连连称赞 说我们六市军是当今中国最出色的部队 之后我们又在台儿庄会战中 与日军激战于羽王山前 去遇到了重大的胜利 嘿 刘市长 别忘了 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同样惨重的 将近两万名弟兄牺牲了 哪能没有牺牲呢 但我们是卫国眷群死得其所 可是眼下长沙的战士于我们极其不利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考虑撤退 那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时候撤下来 岂不是釜底重新吗 那一定听过得好 我反对撤退 这不是撤退 这是逃跑 余团长 请你注意说话的方式 是 别动 你还真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 飞机晚点了 说是昆明的天气不好 害得我在机场等了半天 正如你所说的 昆明这两天的气候 确实不太好 怎么样 马洪的案子有眉目了吗 暂时还没有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马洪是被谋杀的 又是谋杀 这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见到了太多的谋杀了 老曹 你知道你太太为什么会被谋杀吗 你查到什么了 别急 我慢慢跟你说 一瞧 一瞧 什么时候到的 秦老板 我刚到 老曹 你不是去你那位朋友家了吗 康家们聊了两句 就来了电话 让他到司令部开会去了 开会 说是高英奎亲自召开的 紧急军事会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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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站则守 不能守则退 万一连退路都成了问题 那就只能是求和了 何参谋长 这是龙主席说的吗 当然是 我不信 我们向谁求和 向日本人吗 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和汪精文一伙 不就是一求之和了吗 刘市长 你这话是在骂我 还是在骂龙主席啊 我要见高司令 高司令今晚不见客 可我必须要见到他 秦老板 高司令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妈 里边请 高司令 听说是这样的 我今天晚上在 试一下 走 走 搜索两边的阀子 是 快 快 快 放开 放开 鉴于目前 卢汉总司令 因病住院 代理总司令高英奎 对执行最高长官命令 有为难情绪 我现在宣布 龙主席手遇 第一集团 第一集团军所部 目前 长沙前线战事 已造成我军严重不利之局面 而云南境内 又频频遭受日军之袭扰 为保护云南百姓平安 从即日起 免除高英奎代理总司令一职 什么 将最高军事指挥权 移交合贵参谋长 并立即着手 撤退转进安排 此令 云南省主席 昆明行营长官 隆云 诸位看清楚 这可是隆主席的手艺 这上面的印喜 大家都看清楚了吧 我看清楚了 何参谋长 诸位请坐 高英奎 你敢公然违抗上司的命令 只可惜啊 这份手遇是假的 你敢攻击龙主席 诸位 你敢攻击龙主席 你敢攻击龙主席 诸位 你敢攻击龙主席 你敢攻击龙主席 诸位 今晚这出戏很精彩了 可惜的是 他眼砸了 诸位如果不信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给龙主席 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高英奎 你 你 小心 有刺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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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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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令饭博 令饭博 不好了 我已经暴露了 快带我一起走 对不起周副官 我只能按规矩去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是在逃亡途中被人近距离射杀的 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 敌人就兵分两路 周副官把伪造的龙主席手艺 交给何贵参谋长之后 就在暗中秘密监视司令部 而另一个人 企图在高司令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下手 主席 这就是周龙伪造的您的手艺 放车 敌人 这是吓唐登 stabilization 是的 FL 为什么 您是 您是 最许 人 您是 是周副官送他去的机场 是的 我这个朋友啊 太不够意思了 说走就走 连个照面也不得 这里没事了 我随便看看 是 我先试试看 新的东西也忘了 林佩东这么快就离开了 他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的 听警卫说 天黑以后就没见到他的影子 去周府官送他去的机场 也就是说 他是在向我们证明 昨天晚上这个城市里发生的一切 都与他没有关系 他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年来 他已经玩了好几回这种玩戏了 而且每一次 他几乎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这只手镯有年头了 他应该是一对吧 没错 手镯是他母亲留下来的 那另外一只呢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 应该是在林佩东的同胞兄弟手里 你说什么 林佩东还有一个同胞的兄弟 有这样的事 你别急 听我慢慢跟你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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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袍兄弟呢 梅兰的担心 也不无道理 后来我们对陈管家 提出这个判断时 也同样遭到了质疑 他说 当年林佩东的手臂上 刺下了梅花刺青 是他亲眼所见 就这么玩了 不 没有玩 里面也在 flights 刺青 对 特高克之所以积压王大夫 就因为他能够完成这样的刺青 可是我那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他会刺青了 这错不了 老佛 第二天我们就约见了你太太 在人际医院的同事约翰大夫 他们是东京医学院的同窗 他说当初在学校的时候 你太太因为一项刺青比赛 还上过朝日新闻呢 雯子 你说什么 看来 我还真是不了解恨娜 眼下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来证明临沛东是个冒牌货 但这应该是距离真相 最近的一种解释 不 是唯一可信的解释 昨天的事真是触目惊心啊 如果不是发现及时 第一集团军内部 就将引起一场滑变呢 昨天已经过去了 我们还是谈谈今天和明天吧 高司令 临别之前 我有几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老朋友之间 还有什么话不可以说的 那我就直言不会了 边军是一支光荣的部队 它不仅是云南的骄傲 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在当今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下 一定要审时夺势 你放心 我高英葵 在大师大妃面前 从来就不含糊 这次回到昆明 让我情不自禁地 想起了一个人 谁啊 生于昆明的 已故的音乐家聂尔 他的义勇军进行曲 总是响彻在我的耳边 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发出最后的吼声 高将军 全国同胞都在注视着 这支英勇的部队 希望他们继续成为 国家危难关头的中流砥柱 天军将士是不会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的 拜报 拜报 看天军将领充殿全国 来 来 看一下 看一下 请问 又对国家不理之传论 族军结尾当过出生 看望各位 为余龙诸行 余龙诸词 余龙诸词展示 大夫 总机关场阁下 我们的蓝色计划失败了 英佐军 现在谈成败 还为是过早啊 立即给眼镜社发报 让他着手执行第三套方案 行 小郟 太 eigenlijk了 了 冬青给我的命令是 让你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移交你的全部工作 这就好了 先扶你一半 能试完了枪 回头再跟你结亲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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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是爱哭是狼 总是天牢的荒 无许的走路 依旧守着天 长远尽头世俗光